网络热传俄罗斯在战场上使用了塑料武器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天文的内容文字 是俄军不慎曝光塑料导弹惹争议 并配有一段15秒的视频 视频中身着迷彩服的军人 正在用俄语接受采访 在视频的第三秒出现红色箭头 指向画面背景处的一个 疑似用于导弹发射的军事装备 在锋利的作用下 该物体开始发生变形和摇摆 红色箭头旁边出现配置风飘导弹 随后出现Z400的文字标注 网友转发这则贴文时 抑制俄罗斯在战场上缺乏武器弹药 以假冲数 我们看到这个目标的视频当中 还配了一行小字 说外国网友讥讽 难怪克里米亚被炸时没反制 而且在这个画面当中 这个俄罗斯人也确实提到了克里米亚 还有就是C400 现在就是俄军最主力的 这个防空反导的导弹系统 它在克里米亚S400 从2017年2018年就在部署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之前克里米亚 实际上遭到了这种袭击 尤其是来自于乌克兰方向的这种导弹 远程火箭弹那种一系列的打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俄罗斯方面拦截了其中的一些弹药 但是拦截所使用的呢 并不是我们说所见到来 400或者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网友会提出所谓 在克里米亚被炸的时候没有反制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看这里面叫风飘导弹 当然风飘通常我们说在军事上指的是 能够附在空中能够飞行的 那么它明显不是风飘更像是一种冲气的这种柔性的材质 那么当然实战中用来拦截敌方的导弹的这个S-400 绝对不会是这种材质 那么画面中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 这条军人接受采访的视频 真的是出自俄罗斯军方的新闻报道吗 我们注意到视频中出现了一个水印图标文字 GoPTLY 对该图标字样进行检索 没有找到相同的结果 但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 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RT图标的账号发布的一条视频 视频中有与GoPTLY高度相似的图标字样 我们将两个图标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两个图标高度一致 看到这里可以认定目标贴文视频中的字母RUPTLY 明显进行了放大处理 原水印图标RUPTLY左边的大线字母R和字母U的一部分 可能是被裁掉了 导致图标看上去成了现在的样子 GoPTLY 那么RUPTLY又代表什么呢 资料显示RUPTLY是俄罗斯知名媒体 今日俄罗斯RT的子公司 找到这里 该视频有没有可能出自这个网站 视频中提到了关键词C400和克里米亚 我们在这个网站进行搜索 确实找到了一条发布于2018年6月7日 题目是俄罗斯S400反导弹系统演习 在克里米亚举行的视频标题 该视频已被删除 现在是无法查看状态 但是此则报道曾被其他媒体编译并专载 我们在伊朗青年记者俱乐部通讯社的转载中 找到了这段1分52秒的视频 从该视频的31秒开始 出现了与网传15秒塑料导弹视频 完全一致的内容画面 截至目前目标新闻视频被证实出自2018年6月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活动 并非是在俄乌冲突期间 但是见证还差最后一环 最关键的疑点 那个形式S400导弹发射装置的物体 到底是什么呢 在广泛的信息搜索中 我们在俄罗斯国防部下属媒体 红星电视台发布的一则标题为 战场骗局S400秘密改变位置的场景的报道中 找到了答案 报道中这样写道 在克里米亚举行的大规模演习中 防空导弹和火炮系统 击退了海上模拟敌人的导弹袭击 随后战斗人员进行了迅速改变位置的练习 并在原来的位置部署了冲气式假目标 它实际上为什么在演习里面要展示冲气式假目标 恰恰是因为它真的是准备用在战场上 当这个冲气的S400 它不论是在外形上还是在雷达上面看起来 跟真的S400差不多 那么它的目的就是展开之后 敌方原本要攻击S400的导弹 或者是比如炸弹 可能被错误的扔在这个假目标上面 那么这样的话 原本会攻击S400的弹药就被分掉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假目标 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未来的战场上 保护S400不被打击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只不过网友把这样一个在战场上面 用来保护真导弹的这么一个假目标 认成了就是俄罗斯因为弹药不够 装备不够 所以故意作为一种假的这种掩人耳目的东西 当然它真的是掩人耳目 实际说说白了就是网友并不了解它的用途 经过新闻见证组的调查 并不存在什么塑料风飘导弹S400 网传目标新闻视频当中的文字提示信息 为故事信息